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我是Cherina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Cubro节目 在上两期节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2019年的Cubro Ascent 外观 内饰和它的设计理念 而这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了解2019年的Ascent 那同时呢 我们还会了解2019年的Au-Bag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对比一下2019年的Cubro Alba和Ascent 到底Ascent和Au-Bag有什么一样呢 看起来Ascent就像电荡一点的Au-Bag version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金属的表面底上 藏着非常多的物量东西 那两辆车呢 都是中型的Au-Bag 那Ascent呢 就是旗舰版的Cubro 那Ascent它可以坐7个到8个人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排你第二排的那个座位 Au-Bag呢 就只能坐5个人 Ascent是Cubro 2019年推出的全新车型 Ascent 基于Cubro的全新Global Platform 全球平台 这是一种模块化底盘 可提供卓越的碰撞吸收保护和超控的灵活性 Cubro在2015年推出了目前版本的Au-Bag 在2018年对它进行了更新Mid Cycle Fresh 但是要到2020年Au-Bag才会推出全新的版本 到时它也会将使用全新的Global Platform 全球平台 Ascent和Au-Bag的离地距离都是8.7英寸 Au-Bag同样的车宽 Ascent要比Au-Bag长7英寸 还有Ascent要比Au-Bag高5.5英寸 在驾驶座位上 两辆车的视野都非常的好 但是 Ascent的坐姿会显得略高一点 当然 更大的体积就应该有更大的空间 没错 Au-Bag的车内整体空间是108.1 立方英寸 而Ascent的空间达到了153.5立方英寸 Zibra Ascent拥有更长的轴距 车轴之间的距离 差不多5英寸 延长车轴之间的距离 提供了更平稳的驾驶 因为车辆的底盘覆盖了更多的区域 因此在驾驶过程中 颠簸也不太明显 在动力表现方面 Au-Bag搭载2.5升 自然进行四缸Boxer发动机 输出175匹马力 Ascent搭载2.4升 涡轮增压四缸Boxer发动机 输出260匹马力 Ascent和Au-Bag都具备了SUV的全天候实力 而且价格比同级别的竞争者更低 都是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更好的驾驶感受 以及漂亮的汽车外观 而且它们都是在轿车平台设计的 而不是在卡车的车架上 同时Ascent和Au-Bag具有许多驾驶安全功能 最让人点赞的就是全时对称四轮驱动 Full-Time Symmetrical All-Wheel Drive 在相同级别时 Cybra Ascent的价格高出6000美元 但是Ascent具备了很多Au-Bag 没提供的或者是选配的功能 例如i-Sight安全系统 在所有的Ascent中都是标准配置 还有19个杯架哦 观众朋友 2019年的Subra All-Wheel Drive 和Ascent都已经来到了Cybra Cybra 管你感兴趣的话呢 要不要太兴奋了 但如果你想了解Cybra 其他车款的话呢 Cybra Mon-Wheel Drive 可以帮到 如果你想知道Cybra的出向信息呢 想注意大纪元的汽车版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